我們現在位在這座城市是伊茲米爾 伊茲米爾它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 同時它緊鄰著愛青海 它也是土耳其第二大港口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 卡迪卡菲雷 對 卡迪菲、卡雷堡 這個卡迪菲、卡雷堡 它位在一個山丘上 它的地勢比較高 所以登上這裡 你這樣看過去整個伊茲米爾的市區 還有港口是一覽無遺 這個地方除了景觀很好之外 剛剛跟湯姆也查了一下資料 知道這座城堡它也很具歷史性 對 從羅馬帝國、拜祭廳帝國、烏特曼土耳其時期 這個城堡一直以來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對 它一直捍衛著伊茲米爾這座城市 那這回會來到伊茲米爾 最主要就是我們看的資料 發覺這座城市有很多地方都吸引著我們 所以湯姆跟我就決定好好的探索這座城市 伊茲米爾是土耳其愛青海沿岸的一顆珍珠 法國大文豪雨果曾經用這樣的方式來形容這座城市 他說伊茲米爾就好比是一個公主 伴著它美麗的白沙 就像幸福的春天 伴著它輕輕喚起的歌聲 而我們就在這幸福歌聲的陪伴下 來到了愛青海旁的柯納克廣場 我們現在來到伊茲米爾的柯納克廣場 那來到的廣場 觀眾朋友透過畫面 應該就會發覺到這裡人很多很熱鬧 這彷彿是當地人一個休息的場所 另外旁邊緊鄰的是愛青海 所以這邊風景也很漂亮 那這趟來到伊茲米爾呢 我們也逛了不少地方 發覺這座城市跟土耳其 其他我們去過的城市不太一樣 像我們之前去過伊茲潭堡 Tom,伊茲潭堡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其實我想伊茲潭堡 它真的是一個歷史長久的一個地方 對,那很適合觀光客去的地方 有很多古蹟,也有很多歷史故事 那另外呢,像我們之前去過卡巴德基亞 卡巴德基亞哥那邊 真的是地心很特別 都一無二 全世界沒有其他的地方 長得跟他一樣 那聖經有人說 這就是地球上最像月球表面的地方 很特別 尤其我很難忘的就是在那邊坐熱氣球 對 我們也有去過沙芭堡堡 那邊也很特別 對,繁華城給我感覺是什麼 因為看過去都是一些 鄂圖曼、土耳其式的老建築 都有兩百五十年的歷史 所以這個地方很有味道 超舒服 念念不忘 尤其是老爹家 我們也在節目中 有提了不下十次了 對 那現在這座城市 就是伊斯米爾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伊斯米爾 它其實它也是歷史長久的地方 五千年左右 但是這邊好像沒有那麼多古老的建築物 所以我覺得這邊還是感覺上比較新 比較現代 對 因為其實那邊看過去 很多都是現代化的建築物 當然還是有 老房子都是在山丘上 所以給我的感覺很像什麼 就是現代跟傳統並存新舊並存的一座很特殊的城市 那我們現在來到柯納克廣場 這個中心位置就有座中塔 那你知道中塔是做什麼用的 中塔就是報時間吧 對,報時間 那我們之前在第一季的時候 我們去過西安 跟觀眾朋友介紹過 就是西安的中古樓 那我們就到木古城中提醒當地人這個時間 那當然這中塔的設置也是一樣的 那除了這個中塔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一個濱海大道 離這邊也不遠 如果去那邊的話 有很多人會去那邊散散步看看人 而且我聽說那邊有一些路邊咖啡廳 有很棒的土耳其咖啡 而且另外也有你最喜歡的土耳其紅茶 這聽起來還不錯 你要不要去那邊喝茶 當然要 而且我剛剛這個翻了資料 他說這裡還有最棒的夕陽 所以我們現在去那邊 你喝咖啡 我喝紅茶 看看夕陽吹吹海風 好啊 好,走哪邊 這邊 好,走 相較於歐洲大多數程序 以絕對氣勢俯瞰全程的中塔 柯納克廣場中塔的體積 明顯少了一大號 就這樣默默站立在廣場一角 雖然小巧 但卻無法遮嚴它細膩的雕花 與精美的結構設計 散發出了無比華麗 無論從哪個角度去構圖 它精緻的身影和蔚藍的天空 重疊得恰到好處 隨便拍舊序帳完美的照片 和伊斯坦堡相比 伊茲密爾的濱海大道 顯得更為溫柔些 少了擁擠的交通 卻一樣擁有飛騎的海鳥 點綴在海面上的經典畫面 而這和諧的節奏 正是獨屬於伊茲密爾的魅力所在 走在這冰海大道 哇 這感覺真的是很美妙 人很多啦 這仿佛每一口呼吸呢 吸起來都特別珍貴 這或許是因為愛情台的關係 感受大大不同 那怎麼說不同呢 怎麼說不同呢 這感覺問題很難形容 那你喜歡這裡嗎 我當然喜歡這裡 可是我剛剛有想到一個小問題 要跟你講 什麼問題 我其實這個海岸有點長 對 這海岸性有點長 我們剛剛也走了蠻久了 對 可是我剛剛講的那些咖啡廳 跟紅茶店 我也不是很確定是往哪一個方向 這確實是一個小問題啦 不過來到這裡這夕陽很美 那我覺得紅茶咖啡好喝的 這到處都可以喝得到 那我們不如找個地方 好好地欣賞一下夕陽 那你覺得看夕陽 哪一個方向會比較好 目前夕陽應該是在那個方向 我想走前面一點 那邊可能視野會更好 那邊嗎 對 好啊 好 希望可以找到一個 絕佳欣賞夕陽的地方 應該會 也希望有咖啡喝 紅茶喝 最好是 好 走啦 走啦 沙床的海灣內 輪船 遊艇往來入聚 隨著山序起伏的程序 錯落有距 相看著夕陽揮灑的金邊 無敵迷人的愛琴海 就在觸手可擊的眼前溫柔活動 難怪有人這麼形容 冰海大道是伊茲密爾 最有氣質的地方 我們兩個人其實已經盡力了 剛從那個遠方 好不容易走到這個地方 眼看這個夕陽落下的時間 也差不多了 那我想如果再走下去的話 可能會錯過看夕陽 最美好的這個時刻 所以我們就決定坐在這邊 雖然不是欣賞這個夕陽最佳的地點 但是我想應該有80分吧 80分嗎 我覺得差不多90分 這邊可以吹到新鮮的海風 看看夕陽 真的很美 是啊 那現在的感覺就是放鬆 很愜意 那看看夕陽大概 在15、20分鐘就要落下了 那我們就不多說了 把這最美好的伊茲密爾的夕陽 跟觀眾朋友分享 觀眾朋友 透過這樣的畫面就可以看到 晴空萬里 真的是出遊的好天氣 雖然說我們已經出遊好幾天了 那現在是早上9點多 伊茲密爾呢 這城市似乎還沒有醒過來 人車顯得有點稀稀落落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今天是星期天 但是星期天呢 我們兩個還是要繼續的工作 那我們現在就要離開伊茲密爾 那我們這一次所選擇的交通工具是什麼 分享一下 我們會先用這個小巴 小巴到奧特巴 奧特巴要換大巴 導發到時候選就好 那這個偷偷的車程 大概是兩個小時左右 差不多 對 那我們剛剛票買了 車子也來了 我們要趕緊上車 走 從伊茲坦堡到叉奈卡萊 再從叉奈卡萊到切尋梅 然後到希臘的希爾斯小島 之後來到伊茲密爾 現在正在前往塞爾柱的路上 我們來到土耳其僅僅十天 但這已經是第五次的大搬遷 身體很累 但心裡依然充滿期待 因為地處東西文化交際處的土耳其 每個程序 每個小鎮 甚至在某個街頭的轉角處 都有著動人的歷史故序 也常能發現意外的驚喜 點了杯土耳其紅茶 在這樣的環境下享用 真的是太愜意了 茶趁熱喝嘛 先嘗一口 這茶好像不是土耳其紅茶 可能點錯了 怪不得連這杯子都不大一樣 沒有關係 可以我現在已經來到的是塞爾柱小鎮 這是我們入住的飯店 預計會在這邊住上兩天的時間 說到塞爾柱小鎮 看過去規模並不大 但是它有一段很輝煌的過去歷史 這次來到這裡的參訪重點 像是阿特米斯神殿 阿特米斯神殿是名列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另外參訪的一個重點就是聖母瑪利亞之屋 因為聖母瑪利亞當年就在這個地方度過他的晚年 甚至聖約翰也就是耶穌的門徒之一 他就受著耶穌之託在這個地方照顧聖母瑪利亞 終極一生 距離塞爾柱小鎮不遠之處 有地方叫以弗塞爾柱 這個地方有一個古城 以及是許多遊客來到土耳其必游的景點之一 而這個古城過去是羅馬帝國 在小亞西亞地區的首府 同時是羅馬帝國五大城市之一 喝完這杯紅茶之後 就帶觀眾朋友好好的深入了解這座小鎮 塞爾柱安靜淳朴而且古老 一般的觀光客或旅行團 通常會把這個小城鎮當作中轉站 因為這附近就如我們之前所提到 有很多大名鼎鼎的景點 在正式拜訪這些景點之前 我們決定花點時間 在這個幾乎找不到遊客的城底觀光 享受只屬於塞爾柱的寧靜 沒想到卻巧遇了一場 應該算是慶典吧 原本塞爾柱小鎮應該是很安靜的 但是剛剛突然聽到有人敲鑼打鼓 走近一看問一問才知道 原來在進行一項儀式 這儀式對一個男孩子來說是很重要的 對 因為他現在就七八歲 過了七八歲以後 他就會長大了 是 會進行一個儀式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所有不僅他的家人 甚至連鄰居都一起來慶祝這一刻 那我覺得現在有一點好玩 你會看他笑得很開心 但是過了幾個小時 他有可能是想不出來 好啦 說了半天 觀眾朋友不知道 這到底主角是誰 主角就是這位 穿著很像王子騎在馬上的這一位 帥幣 真的 看他是笑嘻嘻的 那待會其實他就是要去進行一個成人禮 那這個過程呢 可能會讓他通上兩個禮拜左右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他的親戚 還有他的親友們 還有他的鄰居 都在這馬路邊跳起舞來 真的是蠻開心的 那現在我們就趁著這個小男孩 即將登大廊 這中間我們先趕緊跟他開張照 留作紀念 好 好 拍照 一起拍照 你們要拍照嗎 看到這個地方 觀眾朋友們應該可以猜到 這個穿著華麗的小男孩 正要接受割禮 也就是割包皮 是伊斯蘭教的重大人生禮儀 即將進行割禮的小男孩 都會被打扮得像王子一樣神器 而親友們也會舉辦小型的聚會 宰歌宰舞的來表達對小男孩的祝福 和小王子道別後 我們來到了離小鎮約10公里 位於郊區山坡上的聖母瑪利亞小屋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聖母瑪利亞小屋 原本想像中這小屋應該 現在是一座小小的教堂 甚至只是一個小小的建築物 但沒想到現在已經規劃成 這麼一大片的景區 而且看到人潮是絡繹不絕 對 然後來這邊的人 都是很多天主教徒或是基督教徒 會來這邊朝生 對 當然也有像湯姆跟我兩個人 純粹是慕名而來 現在就帶著觀眾朋友進去好好的 人潮真的很多 剛剛花了一點時間排隊 並且陸續一一的進去參觀 很可惜的是裡頭 不要說是錄影 連照相都不允許 剛剛進去之後 Tom 你先分享一下 你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就是覺得從很安靜的那邊出來 我都會覺得很平靜 對 那其實在裡頭 我們兩個人是沒有說半句話 各自去感受那種莊嚴樹木的氛圍 那走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發覺到 來到這裡的人 不僅只有像剛剛Tom所分享說 可能是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來這邊朝聖 甚至我們還有看到 就是信仰穆斯林的阿婆 他們也來這邊參觀 你有沒有發覺到 這每個人從裡面走出來 手上都會拿了一根東西 大部分的人都會戴一個白蠟燭 對 然後蠟燭就會點燃 插在旁邊 可能象徵的是祝福 也可能是自己在那邊禱告 來到這裡真的是感受到 宗教確實有那種 穩定人性的力量 1891年 一位住在伊茲密爾的神父 根據一位從未到過 土耳其修女的夢境 找到了聖母瑪利亞隱居的地方 之後此處更得到教廷的認定 也被教宗定為聖地 每年均有超過百萬人次 到此朝聖 在教堂的下方有一個取水處 這裡的水被稱為是聖水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來到這裡的人 不管是遊客或者是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都會下來 拿這個水拍一拍洗一洗 甚至很多人專程帶著寶特瓶 裝了一瓶這沿途可以喝 像我們剛剛這樣子拍一拍 我也喝了一口 有沒有感覺到那種被祝福到的感覺 好像有耶 對啊 其實這個旁邊我們還有看到 有東西滿值得一提的 就一整片白白的東西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對 那就是你... 我們現在所在位置 就是遊客服務中心 一旁有個小小的商店 裡頭賣了不少的紀念品 剛剛我們在聖母瑪利亞小屋裡頭 就跟觀眾朋友分享了 就說這裡面是不可以照相 不可以攝影 所以沒辦法把裡面的景象呈現給觀眾朋友 因此湯姆跟我就決定買一張明信片 看看這明信片上面是什麼 這邊有那些聖母瑪利亞裡面的樣子 對 像這裡頭全部都是石灶的建築 走進去就格外的涼爽 但或許也是因為是石灶的關係 走進去就讓人肅然起敬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這房子最裡面 就是有一個祭壇 上面供奉的就是聖母瑪利亞 好 看這個商店感覺好像賣的東西挺多 挺有趣的 你要不要再多看一些東西 好 那我們就進去再逛一逛好了 好啊 走 好 走 古希臘神廟是希臘人 由西元前六世紀到西元二世紀之間的神殿建築 這眾多神廟遍布於希臘大陸 以及愛琴海諸島 義大利小亞進亞 也就是京劇的土耳其等處的希臘城鎮 凡是古希臘殖民地 一定會建立神廟作為他們宗教信仰的中心 距離聖母瑪利亞小屋 約十分鐘車程的阿特米斯神殿 就是古希臘神廟的代表作 名列古希臘七大奇蹟劇一 看看可以我背後的景象 感覺上有點複雜 複雜的是它的年代 像是眼前遠遠的看過去 有一座清真寺 是伊沙貝清真寺 距今有六七百年的歷史 在清真寺的背後 是聖約翰大教堂 距今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歷史 比清真寺還要多了一千年左右 說到聖約翰大教堂 我們剛剛在聖母瑪利亞小屋就分享到 當年聖母瑪利亞來到這個地方 度過他的晚年 而聖約翰就近照顧聖母瑪利亞 並且終其一生 死後就葬在著聖約翰大教堂 另外在可以我眼前這片遺跡 就是名列世界古代七大奇蹟之一的 阿特米斯神殿 阿特米斯是以弗索這座古城的守護神 相當於雅典納是雅典的守護神 是一樣的道理 那為什麼會被列為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最主要我們可以看到這前方有一根圓柱 你也可以試著想像 過去在這神殿完整的時候 這圓柱一共是有一百二十七根 光是用想像就知道這規模是很大 甚至它大過了雅典的巴特農神殿 不過這神殿也是多灾多難 經過七次的破壞 七次的重建 而現在只剩下了這張斷圓殘地 對古希臘的人們來說 狩獵可不是休閒娛樂項目 而是養家糊口的主要手段之一 因此作為古希臘神話中的狩獵女神 阿特米斯深受希臘人民愛戴 為了表示對她的敬意 大約在西元前五百五十年 古希臘人修建了這座奇蹟般的建築 雖然名列古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但阿特米斯神殿仍舊抵擋不住 歲月洪流的衝擊 可以 我發現了我們看了那麼多古希 對 你都會有一點sentimental 你說每到有古希 表現出來看了之後 都有一點多愁善感是不是 對啊 感覺上好像真的有那麼一點點 因為其實來到這邊 你會想像的過去這個地方曾經輝煌過 但是現在也成了這般模樣 然後看到這樣的景象 就是內心會有一點不捨 這種感覺我也了解 我也會有一點小難過 可是我如果跟你講 我有一個想法 如果我可以給你一個美麗的沙灘 一個美麗的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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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意思是說 有好看的日落 也有很漂亮的沙灘 另外呢 還有最愛的飲料 那你會覺得怎樣 那要等什麼 好,Let's go 走啊 切雪梅的愛情海日落 伊茲米爾的愛情海日落 愛情海這三個字 毫無疑問的 對我有著一股莫名的吸引力 若續再加上日落這兩個字 那莫名的吸引力 就會轉變成魔力 所以現在 我們正在前往愛情海邊的路上 滿懷愉悅地準備 欣賞塞爾住室的日落愛情海 對,乾杯 等一下,提醒一下喔 不要喝太快 因為這日落還要一段時間 不要這個太陽還沒下下 我們就已經喝完了 好,先喝一口 可以,我跟你講 我不是說廣告 但是如果來到Ephesus這個地方 一定要喝FSP9 因為FSP9就是為了這個地方明明的 對 而且它味道特別好喝 對,所以這酒真的是挺好喝的 因為是沒事啊 我們收工的時候 在這裡晚上都會買個一瓶 然後兩個在房間裡頭 稍微喝一下下 好,精子一瓶啦 那你覺得這個地方 跟我之前講得怎麼樣 像有這個 Beautiful Sunset Nice Beach Your favorite drink 哇,還好吧 湯姆真的是好朋友啊 帶我來到這麼棒的地方 然後我們在這邊喝啤酒 對,可是你會不會覺得少了一個東西 少了 少了什麼 就是我們有時候會討論到喜歡看的一個東西 喜歡看的東西 也不是東西啊 就是Bikini女生 我還好,我沒有很喜歡看啊 不過我知道你喜歡看 對,我想到了 難怪每次啊 跟湯姆到了海邊 看夕陽 或者是來海邊幹嘛幹嘛的 總覺得他表情有點失落 好,原來就是因為沒有看到Bikini女郎 也不是啊,也不是 其實... 不要說我不夠朋友 我已經幫你看到一個 就在那邊 前方大概兩、三百公尺左右 有沒有 穿Bikini的 有 有 其實沒關係啊 我們目的不是來這邊為了看Bikini女生 就是為了好好喝 哈哈哈哈 乾杯 乾杯 夕陽在那個方向啦 看夕陽 不開始 剛才 咪 Zither Harp Zither Harp